在華語的流行音樂發展過程裡面 滾石這兩個字一支 充滿了傳奇神話的意味 那到底得到滾石這個稱號的歌手 是不是會覺得特別的驕傲 覺得自己被牽進滾石 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榮譽 然後進了滾石之後 要面臨什麼樣子的 學長跟學姐的制度 今天有三位滾石 要來跟我們講這件事 歡迎三位們 歡迎 如果你學長學姐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會先天的以為 周華健是大學長耶 我也覺得 我就是 結果你好像這裡 你不是最學長的是不是 我其實在滾石絕對不是啦 可是如果我們這樣坐在一起的話 我就是啦 不是大了 是學長 那你是黃玉玲的學長嗎 不是耶 對啊 學弟耶 對 所以小玲姐才是真正的學姐嗎 真的 可是我 大概我年紀的關係 我會覺得她是比我 我會照顧小妹妹的感覺 可是她比你早進滾石 可是我比較早進去 學姐好 不要這樣說... 天望巨星 不要這樣說 不要這樣說 三個人裡面最早 被籤為歌手嗎 1985年 1985年進滾石 然後當時我們所有的歌手進去 都要當助理 所以我每天都要插那個瓷頭 就是那時候是卡帶機 然後你要倒茶水 所以滾石比你早的人是誰 很多啊 李宗盛 然後 潘岳雲 張艾佳 羅大佑 齊玉 對 潘岳雲比你早 對 所以進去的時候 要拜見這些大哥大姐們嗎 當然要啊 要怎麼拜見 也不是說拜見啦 就是其實他們來公司 我們大家都會很興奮 就是會像小哥女一樣站在旁邊 然後 然後你就是 就是只要有公司需要你什麼跑跑腿的 你就是要去做那些事 但是是沒有薪水的 就比如說如果潘岳雲走進公司 你們需要全體起立鞠躬嗎 是不用啦 可是潘岳雲可以叫你去買包子 給他吃嗎 可以啊 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我們還會去跑跑腿去送唱片 什麼的都會 所以不可能吧 就SHE可以叫飛龍海去買包子嗎 不行 因為飛龍海 對 畢竟現在也是不一樣啊 我們也沒有叫丞翰姐去買包子 也可以買 哪叫東他啊 現在去買好嗎 現在嗎 要這麼突然嗎 你看他叫不動嗎 他也叫不動嗎 對 可是如果當時我知道 華健是天王巨星的 我就不會是那樣對他的 所以妳就 妳有叫黃碧岩去買過東西嗎 有啊 有啊 當然都有啊 隨便買什麼嗎 他現在是巨星我自己 所以當時周華健進滾石的時候 已經是有名的人了 沒有 他其實之前 是已經出過一張專輯對不對 你有出過一張 在別家 對 在別家 OK 可是那時候會覺得說 轉去滾石是很了不起的事是不是 有 我相信其實 在我往後的十幾年應該都有 他講話已經有唱歌了 有 我相信 是新歌嗎 我相信現在都有 是 妳那時候 他進去的時候是 看到黃玉琳然後就 妳會給他指示說 妳接下來要做哪些工作嗎 不是 是公司跟我講就是說 妳明天開始不用插瓷頭了 這就是他 對 那妳立刻就可以Pass給他說 妳現在就過去插瓷頭嗎 對 她還要交代得很細 插瓷頭對不對 只有插瓷頭 我不用插地板是不是 地板是不用啦 可是就是跑跑腿 因為製作有關的事情 頭銜是要製作助理 對 妳就是要跟所有製作的東西 那要上班是不是 是啊 是上班 是一個 不是九到五啦 是大概十一到八九十吧 因為下班時間是非常模糊 那你們有座位嗎 有辦公桌嗎 有一個辦公桌 對 有 有名片嗎 後來我有製作助理周華健 對… 妳也有 很爽 我沒有 我那個時候還沒有 因為我是第一代的那個 就是助理嘛 可是我後來看到華健 印象很深刻是在 快樂天堂的演唱會 對 那個時候他已經是紅了 沒有…還沒嗎 1986年 我是一個助理 對 大哥跟我講說 大哥是李宗生 對 然後華健他是 他跟我們介紹說 他現在就是接下來也要做唱片或什麼 這樣子 然後他也會演唱 這個演唱會的和聲 對 然後 後來就是摩啊 擠啊 片啊 就等啊這樣 就唱了一句 快樂天堂裡面的歌 你有記得裡面有你的聲音啊 有一句 對 有一句 你當時還不是歌手 他們就把你塞進去 這樣也很夠意思啊 最主要好像是有一個歌手 當時缺席了 對啊 所以當時帶頭的是誰 帶頭的 張艾佳 對… 那你是什麼 我是唱那個 喝麻醬開口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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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草 那是你唱的嗎 那品源哥有唱嗎 我沒有跟上 因為那我還沒來 那不是你的年代是不是 對 我還沒到 我到了是90了 然後那時候的目的是 把滾石所有的歌手 介紹給大家 不是 是因為動物園的搬遷 動物園搬家 從榮山搬到木柵 所以你們那個年代 林旺還活著嗎 對 天啊 你們跟 我還有跟林旺合照耶 你有 有 我最近讀到一個資料 我可能不曉得 林旺原來是日本軍隊的 送我們的嗎 他就是跟著遷徙 然後後來 就定居在這兒 留在台灣 我哭了 因為林旺是很久以前的一個 對啊 它有很長的 人生歷史啊 神學和大象 對 對 我有跟林旺合照 所以妳的《大象》 那句是誰唱是不是 不是 因為就是林旺 跟《快樂天堂》 是以前我們小時候 一個很深的記憶 所以那時候不能夠計較說 我唱多兩句啊 什麼這些 偷笑了 有妳的聲音 有唱就多開心了 妳看他多失落的感覺 對啊 生不逢時呢 所以妳是 妳是很晚 可是妳進滾石之後 滾石依然是很榮耀的 一個招牌啊 當然喔 但是他們講的那時候 擦石頭的工作 我就沒做到 不可以有學長學姐 對晚輩訓話這件事情 不會啦 滾石是個很自由的公司 對 其實是像兄弟姐妹的感覺 也不流行八截什麼的嗎 八截 有默默盡情 然後我都沒去察覺的 當然如果你當時進滾石 你應該要八截誰 八截李宗盛嗎 怎麼 什麼比較有效的方法 是不是 都沒有什麼效啊 他也滿自由派的 可以禁煙這些嗎 跑跑腿肯定了喔 然後重點是 其實我常常會帶很多問題問他 表現得很好學的樣子 那我只真的好學 他都會很耐煩嗎 他不會覺得你很囉嗦嗎 會的 他有時候很好玩 李宗盛就是講完話以後 你不知道講什麼 他大話稀有一番以後 你不知道去到哪裡 然後中間他還常常夾了一個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一路點頭 其實我不知道他的意思 所以他前輩很願意 跟你們講對音樂的想法 那個沒問題 所以你問越多 他覺得你越是一個努力的 我原來有這種效果我不知道 那我們對漢妮很爛耶 因為她也沒有問我們任何問題 因為漢妮跟我們講話 我們都不想跟她講話 所以以後可以多聊一聊 多聊一聊必須 不是 因為她的問題也都很爛啊 X姐 這個好嗎 我有這麼爛啊 有啊 老小都該你屁事啊 所以你真的覺得 不會該你屁事什麼這種話 不會… 他還滿喜歡去講一個他的看法 羅大佑呢 然後她其實接觸很少 因為當時我盡管是以後 她已經去了紐約 而且是好像去定居的 是 但是你這幾年跟她接觸很多吧 對… 她的脾氣跟以前的比起來 有好很多嗎 差不多啦… 她在演唱會跳她的舞步的時候 你們另外幾個沒有冒冷汗嗎 為什麼 沒有在學 不行 我現在不能這樣 不行 我自己講一下吧 我自己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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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覺得大佑的舞步 真的很古怪啊 跳一下好了 你解釋一下什麼風格好不好 等一下喔 等一下 我想想看 我要記了 要記一下 她唱歌嘛 然後她肩奏的部分 很喜歡去拿麥克風去 收那個現場的音 對 所以她就很喜歡這樣 對… 然後她就會轉身 這樣 然後還有一步喔 她們到邊上 對 就是這樣 她這個是一個很典型她的 所以那不算是舞蹈 她只是在 就是一步一步量距離 然後要收音是不是 因為她會有一些挪動 是不是不太知道 她是在跳舞還是在 陶醉在自己的世界 她都是有這個標準動作 是我覺得周華健在台上 會給別的歌手 很大的威脅耶 因為當時演唱會就是 那麼多場賽 S跟我有嘗試的看說 全場最有共鳴的歌 是哪些人的歌 我們就一直試不同的歌 我們自己覺得很紅的樂團 那歌我們都試 然後有一場是有 周華健壓軸的 然後她一開口 就是四面的人 全部都一起大聲的唱耶 因為那場 我本來以為是另外一個藝人 會是最轟動的 結果沒想到你一出場 是尖叫聲最大的耶 什麼…謝謝大家 可是那場你摔得很慘 因為那場還滿多奇怪的 她們姐妹幾個 有互相用彩色的水槍 互相噴射 所以大家身上 都已經沾滿了顏料 然後周華健健穿 穿著白西裝 然後她 你還撲到她身上去 加上亂抹一次那個顏料 然後可是我們當時都嚇到 就是你真的最轟動 然後你很習慣對不對 就是全場的人 就像波浪一樣的一直唱你的歌 我還是驚喜的啦 我還是喜歡的 我竊喜的應該說 那縱關心的時候 其他的歌手像 張正元他們會覺得 跟你在同台很挫折嗎 就是你… 不會吧… 那個… 本來要組一個團在一起 應該就會… 怎麼講 應該會… 會理解大家不同 就是我們個別每個人 應該都會吸收到一些 不同的觀眾群 OK 就是原來的…原來的概念 可是你們只… 只合成了一年就解散了 可是我們當初一做下來 就定好的條件 現在有沒有後悔 當時要說一年而已 的確在後半期的時候 已經累到有一點點 對 後悔說一年了 還覺得太長嗎 太長了 你看真的整個… 我們不在一塊 是只有二十天不在一塊 所以你們是互相憎恨對方嗎 不會啦 我會也不會在這裡講 那你突出有沒有 真的很想要掐誰 不會…真的很想回家 重關鍵解散後 你們四個人還有興趣 互相見到對方嗎 當初我們真的想說 中港台三個地方做一做 然後把唱片做一做 會激發一些寫歌的 不同的習慣 結果後來變成是 一路在跑巡迴 然後把他寫歌在那個 在那個飯店裡面寫啊 找個被子蓋著自己 去錄一個什麼東西 也很好玩 剛開始也很新鮮 到後來就真的很累很累了 你們這麼大的人 還拿一個被子蓋住自己錄音啊 原來一早床墊 墊柱在那邊 李宗盛發明了 還去叫那個門房 去調幾個床墊來 那都有灰的 OK 然後擺好了以後 總會有一些雜音 然後我們就找一些 棉被來蓋住這樣子 我自己就在那邊錄了一個展示 所以是有四個人 一起在棉被裡面過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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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錄完的時候 換你了 然後就是在換他錄是不是 我懷孕了是不是 他那四點沒什麼好幻想的 好幻想的